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文提到看守的人 是泛指当时一些领袖族长 他们只是为自己的利益行事 没有遵行神的律例典章 贪心自私 惹神的愤怒 看守的人的本分 本来就应该是自己谨慎小心 当发现有错误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立即劝语人谨慎 警醒 小心提防 但这里形容看守的人 他们是核眼的 贪碎的 偏行己劳的 只是求自己的利益 没有尽赏自己看守人的责任和本分 经文一开始就提到耶和华的要求 第一节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当守公平 行公义 第二节 因为守安息日是信仰生命的表现 表明人愿意承认神就是那位创造主 拯救者 人愿意调整自己的生活 以神为中心 所以守安息日是愿意遵守神律法的具体表现 三 就是人要禁止行一切的恶事 经文提到 如此行 如此持守的人 便为有福 我们有没有遵行神的律法 以至成为有福的人呢 我们同心祈祷 全能的天父 求你帮助我们 明白你的真理 教导我们每时每刻 遵行你的话语 持守公平 行公义 尊主为大 远离恶事 每天过土住喜悦的生活 成为一个真正蒙福的人 祈祷奉救主耶稣名求 阿们